GT7赛车我已经玩了16小时了 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GT7赛车全名跑车浪漫旅7 是PS独占游戏 PS4,PS5都能玩 但是4090的电脑竟然玩不了 你说气人不 游戏需要全程联网 如果你既没有网线又没有WiFi 是玩不了这款游戏的单机模式的 但是据我这边测试 目前国内的网络裸联不需要加任何东西 是可以全程联网玩单机的 如果你要玩联网对战 就需要买PS会员和加速盒子 单机普通的比赛剧情 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好下一个 有没有必要配个方向盘 我用PS5手柄控制的就挺好 我用的是手柄的摇杆 还可以用手柄的左右方向 以及手柄的重力体感 都可以控制方向 但是我也是听说 GT7的联机比赛 很多人都在用方向盘这种外设 所谓的人车合一 随心所欲 如果再戴上索尼的VR眼镜 那就会更爽 不过这套外设估计得一个W 目前我是舍不得 PS5手柄在这款游戏上的体验 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好了 游戏支持本地双人模式 可以左右分屏 可以选车 给车选颜色 还能选赛道 好下一个问题 说说游戏的视角 默认是车内视角 也有第三人称视角 但是我不喜欢 像鸡饼飞车的第三人称视角 还是不错的 GT7赛车 我比较喜欢用第一人称视角 好下一个 GT7是个课金游戏 因为它有内构 不过是可选的 但是像我这种手残档 目前没有花一分钱 也没有刻意去刷去跑 就是很自然的玩 现在已经玩到了咖啡馆15集 已经赚了100多万的游戏币了 我并没有什么全收集的爱好 只要有个能比赛的车 能跑赢的车就行了 如果你想全收集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叫传奇的入口 那里边的车很贵 贼贼贼贵的 这里边吸引的都是那些 有汽车文化的爱好者来消费 来充值 但是像我这种没有文化的文盲 这种传奇起不到作用 不能吸引我消费 所以我估计以后我也不会内构 因为像这款游戏 每天玩开个一二百公里 只要你赢得比赛 就会赚到游戏币 我感觉这个游戏币还是挺好赚的 这个游戏币主要是用来买新车 买零件 还能买二手车 还有就是传奇 这里面的改装 默认车是不能改装的 只有给车换了更高级的零件 才能调教参数 我那天从二手市场买了个黑盖的A186 后来又花了好几万 更换了很多零件 但是面对那么多的参数 我还是不会调教 有懂的哥们给说一下 好下一个问题 这个游戏难不难 我感觉如果你喜欢赛车游戏 即便是手残 但是也能玩 而且我非常推荐你玩一下这款游戏 千万不要错过 GTC赛车这款游戏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它和基本飞车 尘埃 地平线 WRC 这些赛车 完全不一样 好下一个 游戏是没有飘移按键的 以后有没有我不知道 目前我没看到 只有刹车和油门 还有左右方向 就这斯亚 想入门很简单 但是想玩好了 想拿第一 是相当有难度的 最后再分享一个 游戏是支持光追的 每辆车在太阳的照耀下 都有一块打光点 很耀眼 我开始觉得这个特效 太假 太敷衍了 现实中哪有那么大的亮点 后来我去洗车 现实中的洗车 我那辆车 也有一大块耀眼的斑 贼拉耀眼 关键是那天天气特别好 天特别蓝 太阳光很充足 我看除了我那新洗的车 别的车 很多车 哪怕是没洗的车 也都有一大块刺眼的斑 看来游戏开发者 在这方面还是用了心的 好 以上先分享这么多 以后再发现什么想说的 再和各位分享